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究竟內地猛料有什麼新聞跟大家說呢? 第一宗消息真是認真誇張 廣州現在出現了電動輪椅車隊 喂,搞錯什麼事? 每個人都坐電動輪椅,不是吧? 那麼多傷殘人事嗎? 其實電動輪椅,我們在香港也見過 也被人說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在街上亂飛,很容易撞到人 其實除了這些電動輪椅之外 電動車,電動滑板,什麼電動都是的 那究竟現在為什麼廣州出現了這些車隊呢? 而且每個人都是年輕人的 難道躺平新招數嗎? 現在說到跟政府有關 不是吧?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一宗恐怖意外 在湖南,哇,我看過這條片 不知道以為突然之間好像那些 看電動輪椅 超人 掉落地 一聲整個地下沙塵滾滾滾,是不是內星人來襲? 哇,這條片嚇到我呢? 真的是鼻孔都無辱 到底是什麼事? 另外,哇,現在是吉林落薄,天降二丈 哇,不是拳頭這麼大這麼簡單 整個手掌那麼大 哇,那顆的零零零零零像大 一個網球 究竟怎麼了呢? 現在因為極端天氣 也持續影響內地 這些恐怖的事件,之前也有說過,好像受到冰箱襲擊,比子彈掃射一樣,挺危險的 另外還有其他古靈精怪新聞,連堅尼又出現了,酷熱天氣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現在給大家看看廣州方面,究竟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電動輪椅出現,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每個人都現在,難聽說一句,沒有事都不會坐輪椅 是嗎?以前有些老人家說,你假裝不假裝逼,你很想自己逼,那究竟現在什麼事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坐電動輪椅呢?原來,說到現在廣州出了一個新的規定 整治電單車,電動自行車,就說不單止對改裝的電動車要進行嚴查 更加推出這個電動車限時的行駛,不可以超速,過斑馬線需要下車推等等的要求 而說到當地有很多年輕人都習慣了,騎這些電動單車 有些人的車根本沒有辦法達標,即是合乎規格 也都有人認為按照新規則行駛,就失去原本的變節性,只能放棄了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為了逃避這個法則,他們就偷換了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將輪椅變成電動輪椅 因為有內地傳媒,現在發現廣州出現了很多人坐著電動輪椅在馬路上,逛街、購物 甚至乎在馬路上搞電動輪椅賽 原來就是為了被規則 有內地的媒體訪問,這些年輕人又說,駕車又塞車,騎這些叫電單車,電動單車,有很多地方不准進 反而這些電動輪椅可以完全不用遵守交通規則 說到喜歡去哪裡就去哪裡 原來根據內地的交通部門說,納入交通規管的只有殘疾人,機動輪椅,他們叫殘魔 這種類型的車是用汽油作為燃料的,需要登記 因此嚴格來說,電動輪椅屬於三不管的 內地律師就說,這件事不犯法的,身體健康,沒問題 你也可以坐電動輪椅到處飛的,你不介意就行了 但是,很老實,你問我,看得到 在廣州,我之前回廣州,我都指出一個問題 疫情之後,我回廣州,我也呆了 那些外賣,所有人,很多人都拿著那些電單車,電瓶車,甚至乎改裝的電動單車 在行人路上飛,搏你,甚至乎要你避它 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呢? 接著,過馬路,過班馬線,那些電單車就左穿右插,不管你死活 十字路口那些就亂走 我的車,真是我的私家車的,他們是 我覺得這樣不行,應該規範一下 人車搶路,有人就說,沒辦法 說到立法,他們不可以下馬路走 他們只能在行人路上走 這件事,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關乎規管的問題 你按道理,其實他們都是一個電動的車 單車都可以撞傷人的 其實你好像在香港那樣,有些人就說 你現在那些改裝的單車,行電的,行摩打的 那些外賣人士,哇,飛這麼快這樣 接著撞到人就不故而去 根本我沒有得抓他,我又不知道他什麼資料 你車都說我的車牌 沒有的,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令到很多人都好想頭痛 我當時都覺得,啊,為什麼他們可以接受 因為每人都是這樣 好了 那你見到現在廣州它規範了這件事 那些人就是,欸?走面了 喂,倫餘沒有問題,我喜歡怎樣怎樣 你捉我不到 那這樣,所以他們有這樣的靈體 其實你不晚了不就還是會這樣 棧交的意思是甚麼?其實應該是全部立法、監管 那時候我曾經在廣州跟一些內地朋友說 我說這樣?對,沒辦法,很多 其實廣州現在都很塞車的,我知道 他不是只有星期五的收工高峰期才是 他平日都很塞車的,現在太多人開車了 現在又多了一些電照車 天河區,海珠區的天河區都塞車 經常都塞車,中山陸路又塞車 周圍都塞車,神經病 那你乘地鐵又要過安檢 有時候不想走順順落落,不如過車吧 方便,又塞車 我有時候都心想,要搞交通 那時候我講過一個笑話 其實你可以監管的,規範得到的 怎樣呢?你可以在馬路旁邊 因為內地的路夠寬 你不是搞兩邊條路,可以畫出來給一些電單車 就像台灣那種做法 有兩條線就寫明是電單車不可以走的 一條線是電單車可以走的 那你就上牌了 第二樣東西,它是要橙上行人路的 你就弄一堆交警在那裡捉 怎樣捉?捉到立即就立即即場罰 當眾罰 不是罰錢那麼簡單 打手板也好 拔耳仔跪在那裡也好 總之你覺得肉酸 以後不敢做 這樣你就可以搞得定交通 你現在坐電動輪衣成何體統 整班都被人感覺像殘廢一樣 搞什麼呢? 你看到現在為了避虧 方便自己 你在馬路上玩電動輪衣競賽 真是你笑死人 很危險的 你炒下幾件便會被剩下了 是啊,你不容什麼 人家看不到你 左穿右插 輪又小 一個轉彎一個轉彎 一個轉彎一個轉彎 真的到時候不方不殘廢 終身坐輪衣 好,另外跟大家看看另一則新聞 這一則很恐怖 不知道以為是大爆炸 在這個湖南的新化 當時我見到的影片 就是有一班 即是那些閉路電視 鋪店的閉路電視 看到有一班街坊 坐在街邊 就是路邊 每個都在那裡聊聊天 吹一下水 突然之間 看到一些人 立刻閃避 接著就 一聲 哇沙塵滾滾 好像有外星人降落 尾石 撞擊地球 那一刻的威力 好厲害 什麼事呢?原來就是一個大廈,32層樓的大廈,外場剝脫大量雅磚從天而降,踏在地上 嘩,真是非常之恐怖,只有四秒鐘時間被人走 而途中剛剛又是那些電停車,在行人路經過,走都走不及一聲,整個都躺下了 很多人真的嚇倒了,好像大爆炸那樣,有沒有人受傷呢? 說到說有一個大牙磚剛剛摘落了這個攤檔的老闆娘身上 還有一個開著電停車的家長背著小孩,走避不及,被波及到 幸好受傷而已,沒有生命危險,真是很恐怖 是啊,所以高空雜物,你不要以為東西很少 他有差不多的力量,都可以打傷人的,好像這些冰箱一樣 說到在吉林,近日出現了強對流天氣 吉林省延邊州敦化市,出現了首掌這麼大的冰箱 哇,你說他飛下來,真是打死你 那麼中央氣象台就說,哇,極端天氣啊 有人就說,很亂龍,六月飛箱,七月飛箱這樣 那麼北京上海十三個市區都發出雷暴大風冰箱警告 那麼,都很誇張啊,又熱啦,跟著又冷啦 那麼吉林省現在部分的縣市,冰箱這個情況都頻頻出現了 那麼,有很多市民已經都上來了,周圍啊 那些汽車啊,擋風玻璃啊,窗口啊,全部被冰箱打爛了 那麼,都幾危險啊,出街的時候,都真的要找回那個地方躲一躲 所以,有人說,是不是要戴頭盔出街呢? 欸,你不用威,不用戴頭盔的 不過有人又說,行騎樓底啊,戴鋼盔啊 都要啊,這樣搞法,都幾危險啊 好,那麼另外,也都給大家看一下,有時候大家真的不要看電影看得多 上了路啊,什麼事? 有位內地媽媽,竟然為了救她的孫女呢 幫啊,孫女呢,就吸毒啊,就不是她自己吸毒 原來啊,孫女呢,就被蛇咬了 那媽媽就沒有帶她去醫院,就聽了民間偏方 就找了一隻蜘蛛來吸毒 哈哈哈哈,嘩,你真是以毒攻毒啊,你想著 那隻蜘蛛跟你吸毒啊,那隻蜘蛛說你也有病啊 你當我傻啊?啊,我幫你吸毒,我就跟老陳 想不到,這位女童當晚出現發燒症狀 再加上,腔口,那個傷口,嚴重出血 家人馬上送到醫院,那就麻煩了 是,那這樣,一開始, jagieienawatt 他以為是被蜘蛛咬傷的 那就先用水洗、吧 那就後來,他覺得 那故意? 被蜘蛛咬不得了,大家都說要拿那隻蜘蛛喝 而 meawellc then 那然後,醫治了那隻吃ré 他的腳吸毒 但是蜘蛛就走了 彩虎也有味 那晚這個孫女就開始發燒 口腔裡面還流血 除了傷口出血之外 口也出血 嚇到整家人都帶他去醫院 真是恐怖 醫生檢查傷口 發現他被毒蛇咬 立刻做了傷口清理 查藥 又擔心毒影響到肝腎功能 於是做了檢查 幸好沒事 院方就表示 為什麼女童噴血 由於被毒蛇咬傷之後 阻礙了凝血功能 所以有很多人就說 嘩 以毒攻毒 那就沒事 負負得正 誰不知就是雪上加傷 有人就說2023 大哥 你是不是 什麼年代啊 還相信這些東西 你不拿咬咿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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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 當然 有人說笑 不知道是不是看得太多 武俠片 我也覺得他跟人相似 你真的 就是用嘴咀,隨時自己都領著 好,另外亦都和大家看一下,有一宗消息 就說,內地公佈省市最低工資 上海排第一,說到最高薪金,究竟多少錢呢? 而哪個地方最低呢?現在看看 中國人社部就發佈截至到23年7月1日,全國31個省份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 目前全國一共有15個省份,第一檔月最低工資標準 2000元人民幣以上 其中,說到上海月薪2690元,穩居榜首 有16個省份最低工資,仍然是2000元以下 哇,一個月賺到2000元不到,真糟糕了 遼寧最低,一個月1420元 這個數據出來就引起內地網民熱議 有人就說,哇,你月薪1420元 即是時薪10元都不到,不是吧,真糟糕了 所以有些人說,內地的東西很便宜,你看人家賺多少錢 那兩千多元,有多少人在賺二千多元一個月 如果一餐飯50元,你真是要他的命 同一個道理而已,你想一下 你賺兩瓶東西一個月,那你吃餐飯五六塊錢 餐餐五六百元,你真的不哭出來嗎? 同一個道理而已,對吧? 這個可以告訴大家吧,那當然 上海,你說這麼高工資,這東西都是表示理解的 上海一個比較富庶的地方 跟北京啊,廣東省啊,都一樣的 好,另外 有一宗消息,看到我的頭都大了 什麼事呢? 所以告訴大家,男士啊 你不要以為有人送上門,就一定好事 隨時領事 內地有一個做保安的,姓李的單親爸爸 一年前,在一個社區買菜群組 就被一位叫善善的女鄰居 自己加他做好友,就是無緣無故有個女生 這位爸爸由於單親嘛 孤單一人孤單一個,無緣無故有女生來 於是就打算跟他拍拖,墮入愛河 更加決定跟對方結婚 原來說到一年期間 這位女鄰居善善 以禮金為理由 叫這位保安藍姓李的人士 先後轉帳和買東西 一共花了二十多萬人民幣 花了錢 更加拉黑了對方,封鎖 更加人間蒸發 之後 無奈 這位保安員 發現到 原來所謂這位未婚妻善善 其實 從其他男人結婚了 你想想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事動送上門的事 不要以為 發財了 我走狗屎運 這次很多人都說 智來戀 大家真是看 撿生 單身廣佬 只有命 沒什麼好虧 感情 傷心 不過有些人都不會 有些人都不會 吃不吃 但我 極吃了才說 那就跌了錢 陰公豬佬 另外 大家駕車都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新排人士在香港 其實不關新不新排事 那種駕駛態度都很危險 在內地出現了一個新排仔 駕車失事衝進火鍋店 說到食客連人帶椅子撞到飛起 那些湯 打火鍋有湯底的 整鍋湯 兜頭臨 那麼恐怖 他簡直是 恐怖襲擊 不是炒的 是直接直指進去的 好了 那 有報導指出說這段片充滿張力 好像電影情節那樣 有坐近窗口位的食客 兩台開餐 另一個坐在沙發邊的男士準備開餐 說到適應準備上菜 就是這個期間 有食客聽到一個怪聲 於是就看出窗口 看到一部客式私家車一秒 一聲就直接撞進去 店鋪的玻璃衝進店鋪 好了 說到坐在沙發的食客 首當其衝 連人帶椅子整個人飛起 更加 比起 撞起了的火鍋湯底 兜頭臨 現場 白煙灰塵 周圍養起 其他食客也紛紛走避 而說到在上菜的侍應 看到私家車來勢洶洶 說到他在走的時候 仍然很盡忠職手 握著碗碟碟 就這件事件 很多人就馬上去看看 原來說到這個司機的新牌子 拿了牌 六個月都不夠 就懷疑減速操作不當 當然是 有門當迫力 一下子就撞進去了 OMG 真的嚇壞人了 有人就說 腳車可以堆穿牆 那是不是牆壁用紙做的呢 那就更加有人就說 你看看 男人把梳化反而硬正過牆壁 把桌子一推就散 反而 把梳化一撞就不爛 這樣 真是癡癡 有很多人就留意其他人的 行為 但是怎樣也好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有坐近 路邊 餐廳 在路邊的餐廳 有時候坐在大窗口 都好像不太好 有什麼事起上來 大家先過去 硬吃了 跟著跟大家看一下 哇 真是誇張 現在的人為了 叫做走私 層出不窮 想不到 近期 深圳海關折查一位女士 竟然發現他 偷蛇 不是湯蛇 不是色的東西 偷運蛇 不是 偷運蛇 蛇都偷運 根據深圳海關所屬的 黃江海關在福田口岸入境渠道 發現了一名形跡可疑的女性遊客 發現 他竟然用絲襪包著五條活蛇 塞到他的胸口裡面 哇 這麼大膽 不小心咬到你的胸口腫了 為什麼要放在蛇裡面 黏筋的 他打算 把蛇放在一堆奶裡面 沒有人可以查到 根據海關的通報 福田口岸的檢查人員 發現到這個女生的身形比較奇怪 對 你收在胸口裡面 哇 你真是瞄小燈籠帶 為什麼這麼健康呢 立即就指他過來 麻煩你檢查一下 為什麼你這麼大 是不是瀉了東西 背仔糕 你是不是偷運背仔糕 結果 不是背仔糕 發現到 他心裡有五條蛇 哇 真是嚇死你了 他拿的絲襪 好像別人的蛇舖那樣 那些蛇蛇餅 他一袋袋拿絲襪袋 那就經過鑑定 這些活蛇 都是叫肉米錦蛇 交給相關部門處理 有人就說你真是大膽 有人就說 沒毒而已 過關的時候咬你一口 你都挺是惹的 是不是 有人就說 不要蛇啦 幼人都頂不住 這個世界 一百歲不死 都有新問題 沒想到 有人混蛇 因為其實 福田口岸 盧口岸都查得很緊 他們嚴打這些水貨客 沒想到 這樣走這些貨 好了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一單 家庭暴力事件 在甘肅省天水市 有個女生姓黃 跟著就和這個姓趙的老公 感情 就不是那麼好的 更加說到老婆 遷路的老公和前妻 生了兩個小孩 不是你自己親生的 老公和前妻生的 於是看不過眼 對那個小孩 兩位小孩 就動手腳 搞到其中一個小孩 受到虐待 導致終身相殘 你真是 無辜的 很多人會遷路在小朋友身上 尤其是再婚的人士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你不是我生的 見到你也討厭 想起了誰是誰 是啊 很無辜的 小朋友就是在這樣的壓力 環境中成長 導致到他們 心身 都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發展 那講到用什麼手段呢 這一位 人妻 竟然逼小孩 吃辣椒 用熱水綠 這樣 你真是變態到不堪 這件事件 到最後 那位丈夫 報警求助 警方就發出立案通知書 指出這位姓黃的女士 故意傷害 就 抓了她 調查一下 他講到 非常之 恐怖 這位女士 強迫小朋友 吃辣椒 用腳踩 奶粉桶 無端端 無端端罰棋 是不是都拿手打 更加 滾水綠手 更加 就說 對一些 女性的小朋友 就拿一盒棍 捅 小朋友的下體 你真是變態到不堪 就拘捕她 打靶 有人說不要打靶 應該 他怎樣去 傷害人家 他就應該承受這種傷害 真是不知道 最後 跟大家看一下 新聞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內地高溫 現在 廉堅尼 爆紅 就說 賣了30萬件 我看到 嚇死人 有人就覺得 廉堅尼 就是死亡的時尚 有人就覺得 臉不曬黑 不曬傷 什麼都可以的 為了不曬傷 不曬黑 我覺得 你是不是可以 塗防曬呢 其實很奇怪 很噁心 整件事 嚇死人 夜晚 一見到這些人 真是不給你嚇死 有些簡直是離譜的 新款的 凹遮著臉 全身都黑 黑布 黑衣 套著衣服 戴上黑超 哇 你以為被人潑墨 真是 我不懂得欣賞了 不要 很抱歉 這些faction的東西 我真是懂得 現在內地 連到外媒都報導 念堅尼 這件事 簡直是這個沙灘 有很多內地大媽的愛好品 因為講到說 做一個全褲帽子 達到防曬 現在講到這麼熱賣 但是我覺得 人是需要曬太陽的 適度的曬太陽 對自己身體健康 你說不是要美白 一定要下白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就不要出街 躲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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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游泳 有一天又一天 遮住臉 都不知道你幹什麼 對 很奇怪 怎麼都好了 這些東西 我不懂 他們懂 潮流的東西 不知道 香港人 有沒有人試過 香港榮湯 有沒有見過呢 好像有 到 接下來 可能會有很多人 唷 你看 唸堅 眉大媽出現 嚇到小朋友 就不要了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 拜拜